大家好,我是小柱,这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位于武汉的汉镇街 今天从这边走,发现汉镇街这边出现了一个反常的一个现象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最近来汉镇街这边 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大家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就是武汉的汉镇街 我今天从这边走,发现这个汉镇街这边 现在骑电路车的和拉板车的是越来越多了 开这个小车的是越来越少了 汉镇街以前给我的感觉就是人多车多 但是今天过来这边人还是很多 但是开这个小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并且从这个路两边我发现停了好多电动车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看到没有 路边还有开这个三轮摩滴的好多 然后这个路两边都是停了电动车 这条路就是武汉汉镇街的多幅路 在这多幅路两边都是大型的批发市场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有这个自行车,有这个电动车 为什么这个路边停了这么多电动车 然后从这个马路路面上面来看 这个汽车真的是很少了 可以说真的是寥寥物几 但是这个电动车真的是好多 看到没有 两边的话 这个批发市场门口可以说停的是密密麻烦 这个电动车 真的没有想到这一切来的这么快 现在人们出门的话 大多数都是起这个电动车了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电动车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汉顿街这边搞批发的老板们都是非常有钱的 身价几百万上千万的甚至大几千万的都有 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人都出门都是起这个电动车了呢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我刚刚在这边遇见了一个朋友 我这个朋友也是在这边批发这个服装的 他告诉我说他说现在他们这个在这边做生意的人 基本上来这边的话都是起这个电动车 我问他为什么 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告诉我说 他说经历了这个三年的疫情 大家都知道这个存钱的这个重要性 然后现在好多人说不像以前一样了 赚到钱之后想看到什么就买什么 想要什么东西就去买 现在很多人赚钱了 说实话都是存起来了 并且能结就结他说现在你看起个电动车 又环保又不堵车 非常的省钱 他说现在油费这么贵 开个小车的过来的话 有时候堵车 有时候在这边停一天的话 那个停车费也要花几十块钱 然后一个月下来的话 也是几百块有点上千块 然后一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一个开销 所以说他说现在很多在这边搞批的老板们 都是起这个电动车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说现在这个街上这边 有这个小车 很多都是外地的来这边来这个打货的 可能会开个小这个小私家车 他说基本上在这搞批发的老板们 现在要么出门就是起个自行车 要么就是起个电动车 他说这样的话 一个月接典下来的话 也可以节省一千多块钱 他说一年下来 可能有的可以节省三万块钱 这是一个停车费 还有就是一个油费 他说如果说经常不开车 起个电动车的话 他说油费一年下来 也是不节省不少钱 说实话 真的没有想到一起来的这么快 真的是反常线上来的太快了 因为我去年从这边走的时候 这边还是车多人多 但是今年过来明显这边看到没有 马路对面 包括这边都是起个电动车和自行车 看到没有 好多人是起电动车 现在在这个漏上 很多都是滴滴还有出租车 私家车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并且很多来拿货的一些老板们 小老板们也是起个电动车 看到没有 有送外卖的起电动车的 然后进货的打货的 都是起这个电动车 看到没有 这边的话是多幅商城 然后这门口也是放了这么多电动车 也就放在路边了 看到没有 密密麻麻的都是电动车 说实话 武汉这个人们的消费观念 真的发生了重大的一个改变 在汉能街这边搞批发的 都还是有钱人 他们都这么节约 说实话 我也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会 以后都会越来越节约了 说实话 节约是一个美德 看到没有 这边是多幅商城门口 门口都是停了电动车 并且的话 我感觉这种现象的话 到明年2024年的话 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可能很多以前开车的出行的老板们可能以后都会慢慢的起个电动车 或者起个自行车 为什么呢 你看我骑电动车 我也看你骑电车 慢慢的大家都养成这个习惯 说实话 一是节约 二是环保又不躲车 非常的方便 包括我自己现在有时候出门去买个菜 去个快递 我都起个电动车 有时候我来汉能街这边来买衣服的话 我也是坐公交 或者起个电动车 以前的话我都是开车 或者是大滴滴 现在很少 经历了三年的疫情 说实话 当时真的知道有存款的一个重要性 如果是当时没有钱的话 那真的是存不难行 说到现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出门的话也是骑电动车和自行车 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都是骑自行车了 非常的节约 非常的环保 又不躲车 说实话 非常的好 真的没有想到